张义,1978年2月17日,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,从小就想当播音员。 高二开始考北京广播学院,第一次通过了专业考试,但没到毕业时间,第二次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考上。 待业的张义在家人的劝说下,去了哈尔滨话剧学院表演学习班。 学了半年后,他发现自己喜欢上话剧,于是来到北京,开始了考戏剧学院的生活。 恰逢北京占有话剧团学员班招生,二十岁的张义如愿成为话剧团一员。 但一直没戏可演,好不容易轮上一次,却发挥不好,以失败告终,因此他只能在晚会中演双簧,兼职主持人,负责装台卸台等。 但他自写得很好又很快,所以领导培养他写会议纪要和报告,晚会串场词等等。 之后他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。 2002年,在部队排练,士兵突击的话剧版,后机缘巧合,参演士兵突击电视剧,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演员工作。 这十年军旅生涯造就了张义性格中特别单纯的一面,他的成功可以用坎坷来形容。 从没机会出场的配角到正宗男主角,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表演的热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